那我请这个立将军 这个代表黄复兴来谈一下 韩国瑜 韩国瑜列这个不分区第一名 你觉得这是好主意吗 那这样是不是也断掉了 我不知道啦 会不会也断掉了 他这个放入这个 这个大初选的这个行列里面 因为在陈长文的那篇文章当中 他有说对不对 这种非绿啊 大初选啊 这个谁谁加入啊 他有点到韩国瑜啊 你怎么看 然后这个说不要 不要每天都在喊这个蓝白盒嘛 哎 导播还有另外一张 最后面那两张丢出来 这样刚刚讲过了 对啊 然后金小刀不但去接受了专访 他还要朱立伦讲清楚 你讲的执政大联盟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受访的时候说 他早上才跟朱立伦通电话 说请问执政大联盟 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跟侯友谊事前 完全竟然不知道 全代会之前不知道哦 所以朱立伦已经约他 当面要讲清楚 电话中还讲不清楚呢 他跑去民众党的节目 这个徐晓星 他金普通就问了徐晓星 徐晓星说这个 要把规则定出来嘛 所以他就跟朱立伦讲 那规则赶快定出来啊 金普通说 我已当过秘书长 什么事情做得好 什么做不好 我很清楚 看你怎么做而已 对不对 那七二三后竟然还在讲 政党轮替大联盟 要重做民调 对提振兰军士气 军心是不应该的 所以点名这个罗志强 好 另外还有一个 然后侯伴也已经告诉大家了 柯侯配叫做不可能 政党联替大联盟 没有这个选项 那现在又这个韩国瑜 列为这个不分区第一名 当然就是说 那很多人在讲 像杨明坚就说 那然后呢 他就是立法院长吗 接下来呢 然后还有人这个 讲这个顺序问 第一名好 还是也许第十二名 在那个边边 安全的边边会比较好 你觉得哪一种 这样是不是也断了 韩国瑜放在这个 大初选里面的路 我先说 这个有一句话叫做 取法忽上 仅得其中 得忽中 取法忽下 仅得其下 对不对 取法忽中 仅得其下 就是现在 这个七二三 才刚开完这个全代会 国民党正式提名侯友宜 之后就有人在那边 就是要大联盟 那言下之意就是 看出来国民党 自己的选情 其实这真的是 非常的不好 就算因为十一月份 才正式的去报名 参选总统的报名 你中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什么变方很难想 前年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现在韩国瑜 市场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七月份的时候 韩国瑜民调根本还不高 我们那时候加入他的时候 没有人理他 但是八月份一场大雨 高中出现了五千个坑洞 天坑以后 整个情势一下子翻转过来 对那时候连民营党 自己都不相信 他们觉得说 反而民营党在替韩国瑜做广告 说韩国瑜那些 造势的场片都是骗人的 结果后来一看 弄了半天是真的 所以那时候才突然发现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有时候那种 我觉得民意有时候就像是 翻转就像形势翻转 是很快的 一转眼跟翻书一样就翻转 你现在我觉得 七二三才过两天而已 就提出一个在野大联盟 就是你只是取法忽忠 仅得其下 那我们现在来讲 一定要取法忽上 就是以这个侯友宜 为唯一的候选人 大家共同来朝这个目标 来努力 那如果说将来选型或者是这个民情有什么变化的话 那时候再说都还可以再做讨论 但你现在在做这个民调根本就是在胡闹 为什么讲胡闹呢 你总统 国民党自己的总统 你是堂堂泱泱的一个大党 你怎么会自己总统提名后援提出来以后 你才在那里讲说我们来做在野大联盟的民调 然后再选出要怎么配什么配 另外我觉得至于说你说韩国瑜提名他当不分区第一名 我觉得不见得要第一名 我们以前经常都懂 虽然说我们是政治的外行人 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些人 你把他放到那种危险的边缘 他反而会达到缺票的效果 我最近碰到我们一些黄复兴的一些老伙伴 就是我们一些同学会民 原来都是讲的说这个什么无谁不投 无差就去郊游 那什么也不喊累投票等等 讲一大堆现在口气都变了 从723之后 这个侯友宜跟韩国瑜两个合体以后 那整个气氛都变了 现在在脸上在帮他拉票 所以怎么看来金普通讲的 他打电话给朱立伦 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我跟主帅侯友宜竟然都不知道 对 真的我觉得金普通 就我讲过好几次 这个你磨刀不要误了砍财工 你今天只是一个在旁边助选的人 你要以你组织为主 你今天平常讲金普通 你只是一个参谋的角色 你不是候选人 对 没有他是去问朱立伦啦 就是我跟侯友宜怎么都不知道 可是选总统的是侯友宜啊 对 不是朱立伦啊 朱立伦是党主席啊 选侯友宜 现在你朱立伦都应该要配合侯友宜 我觉得朱立伦都应该要配合 侯友宜的选战策略来才对嘛 从一定的方针取一致的行动 这才是团结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各自一把号 各追各的调 对不对 大家都不协调 我们军人讲究是什么 就是在战况危急 然后各方还混乱 通信联络不通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们共同目标 在什么地方 大家共同往那边去努力进攻 这才是一个正规作战的方式 而不是说各自去搞各自的 那到最后就一边很混乱 当然我相信 如果说侯友宜 这个韩国瑜能够列明不分区立委的话 第一个还韩国瑜一个公道 第二个可以抚平韩粉的一些 不平的心态 然后有促进于整个国民党的团结 第三个可以争取不分区立委的票数 然后增加不分区立委的名额 然后最后我相信 如果说真的是 不管是要什么合的话 最后一定是侯为主 还是侯友宜 还是以总统的候选人为主 科座的时候要配的话 他愿意的话他来当副手 那比较有可能 因为当你有广大群众的时候 就自然西瓜靠大边 大家会向你这边来靠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讲 侯友宜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药方 但确实是一个药引子 现在确实是情形已经出现了 现在我自己的感觉 我们的同侪里面 有很多风向已经在改变了 就愿意帮韩国瑜来拉票了 不愿意帮侯友宜来拉票了 对 有很多当初 当初很气侯友宜的这些人 既然韩国瑜都已经这样了 那我们就团结在一定的方针 我太清楚我们那些 那些人就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意气心意头不平 但一旦这个一定的方针 目标定出来以后 大家就努力 共同努力一起去攻三头 虽然说是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络中断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目标在哪里 我们会朝那个目标努力 那个目标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很明显大家都知道 就下架民营党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对不对 下架民营党要达到这个目标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由侯友宜为政来选总统 这是唯一一个这个达到目标的最正确的方法 是正规军作战的方法 所以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就不要三心二意了 对吧 对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俊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